我觉得所谓浪漫通常都不是真实的 网络本身就不真实 所以网络上面的介后可以讲的是浪漫 为什么网络是不真实呢 其实人生就是不真实 我反而认为虚幻的是人生的 不妙, 不是網絡 第一次的親密接觸 然後情深緩緩地跟女主角說 她比詩更漂亮 這樣都被你作到的 我不是作的 留長頭髮的男生 就一定要有藝術家的氣質 還有女主角不穿衣服 做她畫畫的無特兒 你認識錯藥嗎? 好啦, 那我舉個第二個例子 不過呢, 不要這麼做作的 好, 那就當 在巴西的男生 他都一定有些鬚筋的 喝的酒, 不是台灣啤, 要是烈酒 好, 最好還有些很酷的眼神 嗯, 那然後呢? 然後… 然後女主角會被人調戲 那個男主角就好man地打走那些壞人 好浪漫喔 浪漫? 小姐, 小說裏面才有浪漫 唉, 那現實生活呢? 現實生活沒有浪漫的嗎? 現實生活裏面 在海邊跑步的男主角 可能會踩到玻璃, 然後送去急靜室 或者那個女主角太重 拉傷了男生的手臂, 甚至甩膠 蛤, 你說話那麼誇張的 哈哈, 還未算啊 秋天踩落葉的男生, 可能會踩到狗屎 因為在落葉堆裡, 狗屎是最多的 於是那個男生就不淫屍, 變成說三字經 你那麼粗魯的 我是認真的 那跟那個女生畫畫的藝術家呢? 他呢, 就會嫌那個女生不穿衣服的時候太肥 結果還被那個女生兜巴打 哈哈, 那在酒吧英雄救美那個呢? 他呀, 他跟人打架輸了 為什麼呀? 他是好人來的 那沒理由好人打架就一定會贏的 嗯, 你當然是跟浪漫有仇的 哈哈, 我不是跟浪漫有仇 我只不過是有那句說那句 啊, 我們只顧著聊 哇, 原來已經下午了 你肚餓了嗎? 餓呀, 我呀 你呢? 嗯, 我也餓了, 要去吃午餐 那啊, 那不如我們一起去吧 我只不過是問問你餓味而已 沒想過跟你一起吃飯 就這樣吧, 拜拜 那就這樣吧, 拜拜 哼, 還說我不夠浪漫 其實他也不是很浪漫 現在 你瘋了嗎? 你跟女生說你不浪漫? 你有沒有病啊? 你還是燒壞腦? 我真的什麼臉都被你丟掉了 阿泰,你冷靜點好不好? 不要太生氣,有話慢慢說 阿蔡,你平時近我這麼多 你怎麼會犯這些冰家大忌? 什麼冰家大忌? 追女生有三忌 一,不浪漫 二,太老實 三,口不甜 你小時候讀書沒有讀的嗎? 沒有 那男人不壞,女人不愛 你應該聽過了吧? 聽過,當然聽過 這句說話這麼有爭議性 其實女人不是字 為什麼會喜歡壞男人呢? 對,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壞男人通常都很浪漫 那些好男人通常不解風情 所以那些女人寧願要壞男人 明白嗎? 對,對,對,我明白了 難怪我現在還是孤家寡人 而你身邊的女人就暈暈轉 所以你不夠高,不夠帥 又不夠Smart,不要緊 最緊要你夠浪漫 你又來車天車地了 我不是亂車的 我阿泰 中橫情長大大話話十幾年 身經大小白戰 什麼大場面未見過 我夠膽罵女人 老婆 我夠膽不回機放她飛機 我夠膽說她的樣子長得不漂亮 但是這樣 我就從來不敢在幾個特別的節日裡 不送花、不送禮物 什麼幾個特別的節日? 嘩,多了 西方情人節 中國情人節 她的生日 三百婦女節 聖誕節 其實你平時對她好一點也夠了吧 嘩 真是說你不明白 你在這五天表現良好 他們就會忘記其餘那三百六十天 你對她不夠好 但是相反 即使你全年三百六十天 都對她好得不得了 嘩,但偏偏這五天不浪漫 你死了你死了 她就開始懷疑 究竟你是不是對她真的夠好 嘩 果然是高見 不過我已經鑄成大錯了 現在怎麼辦呢 不要緊 你失戀 我一定會陪你喝酒的 亦正因為你經常失戀 你的酒量亦越練越好 只要這樣想 你就不會太難過了 正所謂 菜翁失馬 焉之飛福 嘩,糟了我這個菜翁 不知道還有多少隻馬可以失呢 好熱鬧 熱鬧就好 等你有點人氣 不用整天躲在campus這麼悶 我一點都不覺得悶 campus也不知道多舒服 小雲 你今天不用拍拖嗎 拍拖也要休息一下 聽說這間百貨公司的手袋 正在做特價 我也想買一個 那就叫你出來吧 不過很多人 當然啦 禮拜天嘛 你不是想買手袋嗎 對 那邊好像是手袋 過去看看吧 麻煩姐姐 好漂亮 你又選紅色嗎 當然啦 我有名叫辣妹 不選紅色又怎夠辣呢 但你好像已經有一個差不多了 哇 你又怎樣啊 拿起啡色的 不捨得放下 你看看顏色很漂亮 好像cappuccino 你呀 快要種咖啡毒了 有啡色衣服 咖啡色褲 現在還要做個啡色背 好啦 就買這個 香醇咖啡 有點像拍拖的感覺 喂 阿雪啊 你不要說我多事了 你喝少點咖啡吧 慢慢上網上到鬼那麼晚 鬼叫那隻賴蝦帽 每次喜歡三間半夜上網嗎 蛤 賴蝦帽 你是說你在網上 吃了一隻賴蝦帽 喂 你一向都很高度 看不起那些賴蝦帽 為何無端端跟人那麼好聊 那 賴蝦帽都有很多種 有很多種 有什麼很多種 不是又是自認英俊 懶風流 踢躺 口水多過茶 喜歡騙女生的那種 唉 總之 不管在網上怎樣吹也好 真人一路上 始終都是賴蝦帽一隻 唉呀 你不要那麼刻薄了 我刻薄? 你說我刻薄? 你以前也是這樣說的 不過 我現在這個是不同的 怎麼不同? 她認衰的 喂 她說她自己不英俊 又不浪漫 還一點都不會哄女生 那你還跟她聊下去? 我覺得她的人夠真 我覺得跟她聊天 我覺得很自由 大家都沒有戴假面具 夠真 你說網上的人真 你當然是不記得以前被那些賴蝦帽 嚇過了 我怎麼會不記得呢? 所以我才說現在這隻青蛙不同 唉呀 你竟然叫人做青蛙 不叫賴蝦帽 你真是未知世途險惡 唉呀 我知道了…小文 你… 你不是跟上次那個…那個臭小子賽上來吧 是呀 唉呀 你真是天真 她說話很風趣 糟了… 糟了… 糟了甚麼? 玩一下BBC而已 又不是見面 記住,不要亂見面 你這次可能遇到江湖高手 我… 唉呀 又是半夜三點三 外面那隻野貓又在叫 唉呀… 好累呀 唉呀… 腦子打了烈 不如上LINE看看吧 反正都寫不到一個方法 嗨 嗨 終於見到你了 你好嗎 奇了 為甚麼這麼晚她還在網上呢 難道又是心情不好? 嗨 真的有緣了 我們又撞到了 哈哈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網路… 這些不是叫緣分 我是特地由兩點多等你等到現在的 蛤?是真的不是呀? 你幹甚麼?等我? 我想跟你聊天嘛 如果不是,我睡不著的 嘿嘿 你有避害妄想症嗎? 睡覺之前要被人嚇嚇才睡得著 我想問你一件事 甚麼呀 你怎樣看網路上的邂逅 蛤? 蛤? 呃… 很…浪漫 你說謊 你也不是一個浪漫的人 沒有了沒有了 這次看情形了 很快就要跟阿泰去喝酒 你說來聽聽 我喜歡聽你亂車 既然你知道我在亂車 那何苦又要聽我說呢? 這些就叫做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蛤?這個輕武飛揚 學過說話的說話 哼…怎麼好呢? 應該怎樣跟她說才好呢? 我的馬房只剩下這隻馬 我應該老實跟她說 還是液滑糊糊地回答呢? 喂…你輕機呀? 要作為你發霉有 sore 我正在想 我想為何今天的太陽偏遠 喂…你別多轉話題 現在掛在天上的月光 不是太陽 我等你等了一個小時 現在已經很晚了 快點讲 唉…那好吧 那我老實說,我覺得所謂浪漫通常都不是真實 網絡本身就不真實,所以網絡上的世後可以說的是浪漫 為什麼?網絡是不真實,其實人生還不真實? 我反而認為虛幻的是人生,不是網絡 雖然是這樣說,但因為網絡有很安全的防護措施 所以就會有三種不同的人出現 哪三種不同的人? 衰仔先生,你說在電腦裏面有三種不同的人,究竟是哪三種? 第一種人,就是在網上突出自己第二性格的人 什麼叫第二性格? 一般人都有多重性格,日常生活表現的是主要性格 第二性格就會抑壓著,但在網上代表自己的已經不是血肉之軀 當然不是血肉之軀,每個人到網上就變成一堆文字了 就是因為這樣,人就會不知不覺地表現出他的第二性格 嗯,或者是啦,那第二種人呢? 第二種人呢,就是會在網上變成他希望成為那種人 希望成為? 嗯,人性千奇百怪,一定會有些性格是自己特別欣賞和羨慕的 不過很可惜,自己就未必有這種性格 哦,那在網上就可以變成自己喜歡那種人? 你說得對 你作出來的? 我不是亂作的,我是在台大心理研究所有個朋友 他在寫的碩士論文是這麼說的 嗯,原來是這樣的,那第三種人呢? 第三種人,是變成他不可能成為那種人 在網上,他自己就是上帝,所有角色都可以自道自演 那,女人可以變成男人,明明已經三十歲,都可以扮成十七歲 那你是屬於哪種人呢?你又覺得我是屬於哪種人呢? 我不想你是第三種人,因為我自己都不是 你這麼特別,應該都不是第一種表現自己第二性格的人 因為這類人在網上最多 嗯,那結論是? 這麼特別的人,會欣賞在網上的我 那即是,你都挺特別的 所以,我們是屬於第二種人 那即是,變成自己希望成為那種人? Yes 那算是好啊,還是不好啊? 這些不是好和壞的問題,是應不應該的問題 嗯,那我們應不應該做這種人? 我們應該做第一種人 為什麼? 因為這種人最真實 雖然他表現的是第二性格 不過,始終都是他自己 甚至,他會因為這樣,而發現自己潛在的優點 為什麼第二種人不好啊? 這種人最笨 只懂得事務別人的優點 忘記欣賞自己好的地方 那第三種人呢? 唉,這種人最可憐 為什麼啊? 變成自己不可能成為的人,也挺好玩啊 如果他要變成這種人最開心的 那一旦離開了電腦,他就不開心了 那可不可以告訴我,為什麼你是第二種人啊? 理由很簡單啊,因為我平凡啊 喏,我生得又不高,又不矮,又不算醜樣 你是作師的 雖然我習慣平凡,不過有時又不甘平凡 你剛才才說自己有點特別啊 平凡加上特別,那就特別平凡啊 所以,我更加希望自己成為另一種人 哪種人啊? 唉,當然希望像我老友阿泰一樣 嗯?他怎樣的? 唉,他又厲害了 他浪漫又多情,風趣又淡 喂,那我呢?為什麼我會是第二種人啊? 你?我不知道啊,你想輕舞飛揚 希望盡情地揮霍青春 如果,這是你沒辦法做到的希望 那只有兩個可能性 哪兩個可能性啊? 第一,是你已經開始老 第二,是你時日無多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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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為什麼靜了? 唉呀,都是自己壞 說這些做什麼呢? 唉,雖然說是朋友的碩士論文 他還沒過oral defense 不如… 唉唉唉,有訊息過來啊 幸好,還以為他生氣了我 不如我們見面吧 咦?什麼?見面?我沒看錯吧 好啊,輕舞飛揚,我們見面吧 什麼?你們真的打算約出來見嗎? 嘩,進展神速啊 約了什麼時候啊? 沒有約到什麼時候啊? 沒有約到? 為什麼? 還沒說到這麼細節 唉,我真是被你氣死了 追女生的事呢,就要打鐵趁熱 既然人家都說出來了,你還等什麼呢? 我不是等什麼 只不過大家都沒有再提 那你們這幾晚 都還是每晚3點3準時上網啊? 是啊,天南地北聊聊天,感覺不錯啊 他有沒有告訴你,他的真名是什麼? 沒有啊,千萬不要問 記住啊 為什麼? 你問了別人的名字,你就要記住了 之後的女友越來越多,很容易搞亂 那你怎麼去分這麼多女朋友啊? 簡單啊,過一招給你 情姓第一手則 一定要用相同的稱呼,叫不同的女人 那什麼事,每個女友都叫Honey? 全中啊 你看中一個女生嘛 不是因為她的名字 而且越漂亮的女生 就越多人問她的名字了 問得多連她自己都覺得煩 所以呢 假如你一直都不問她叫什麼名字 她反而會主動告訴你 那如果她主動告訴我,應該怎樣呢? 嗯,good question 首先呢,你就要讚她的名字 怎麼讚啊? 明明不好聽都要說好聽 喂,給點技巧,可以嗎? 如果她的名字 即是在小說中才有可能出現的那些 你就要說她的名字 嗯,有氣質 有氣質 對 如果她的名字 整個男人的名字 或者很怪很韌耳 你就會說,哇,特別啊 特別 那如果她的名字通俗 到處都看到的那些呢? 親切咯 親切咯 親切 喂,那如果她的名字真的很普通 普通到想不到怎樣形容 那應該怎麼說呢? 嘩,更簡單啦 你不是說好聽咯 哦,好聽 唉,那接著呢 你就不用刻意記住了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那個女生 自然會記得的,是不是? 那如果你不喜歡的 記得都沒有 唉,有點抽象 不太明白 總之呢 你一旦稱呼你的女友叫寶寶 或者貝貝 又或者 Honey 那就對 這些就叫做 以不變應萬變 喂,喂,喂 你找什麼呢? 找到了 看看吧 什麼來的? 厲害了 這本書 是我寫的 《遇難者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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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呢 就記載了被我征服過的女生名單 可以了 這些女生 全部都沒有名字 那你怎樣標籤她們? 很簡單 我用她們的身高 體重 三維數字來做編號 然後再根據她的個性 分為五大類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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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阿泰 什麼是B,什麼是C 還有其他英文字幕代表什麼呢? B 即是潑辣 即是潑辣 C 即是酷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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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東西來的 這個 很酷 高度163公分 然後呢 總的47公斤 沒錯 三維就是 這些普通料來的 哎呀,真是服了你 喂,為什麼你會記下初吻的時間和地點? 喂,這裡 第一次的親密接觸 第三回 姚秀連監製曾月娥編道 蔡志恒原著李洛編劇 並且由黃海勤 彭程 葉偉倫 莫家驅 孔長卿 周文英等聯合播演 香港電台廣播劇組製作 現在已經播放完畢 之後 嘗試 三麵 通常 痍 Une 兩次見 五次見 小人 六次見 五次見 雛